怪不得你这么迫切 想进我们公司 原来你崇拜的是 陈总 你之前来我们学校 开奖座的时候 我有去参加 陈一鸣 我的荣幸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解脾啊 嗯 这 陆琳 来我帮我睡一趟 陈总 你找我有事啊 这个是外用的 可以暂时止氧 以后要是海鲜过敏可以直接说 江总不会介意的 我知道他不会介意 那你为什么还要吃 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夹擦 我 我以为吃一只虾没事的 没想到后来又吃了一只 谢谢陈总 不客气 毕竟我这个偶像也不能白当 忙去吧 那我工作去了 吃一只虾 两只虾有区别吗 吃一只虾 进来 那个 江总 第八个会吗 下班之前改好 好 还不开始 等着给你颁奖吗 哦 是 认真点 给完了 我知道好看的是我 对人有种天然的心理 但是工作的时候 请你认真一点 对不起 姜总 我已经全部调试好了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去工作了 什么毛病 大男人喜欢摸脸 下班 你又搞完了 搞定 你检查了吗 没问题 年轻人 你们今天还加班啊 那不然呢 写不完的代码 改不完的运动 大个加不完的班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小鹿 链接我也给你发过去了 现在搞促销呢 第二件搬价 快抢 抢什么呀 一些生活用品 你需要吗 我不需要 你不是陪你女朋友去吗 不陪也没事 她会理解我的 凭什么呀 像她这样思想觉悟的人 都能找到女朋友 我为啥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关系啊 你可以扭一个 我扭 扭一个 扭 那我扭一个 嗯 那行 你们慢慢扭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你你检查了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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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一个 我扭一个 你扭一个 你终于回来了 快快快 快走 你在等我啊 对啊 你快跟我说说 我们今天的表演成不成功 他们相信了吗 他们不仅相信了 还表现出了羡慕 忌妒 恨的情绪 嗯 那就好 这样 就算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也是没关系的 什么意外 事先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姑墨会在议程 而且今天 还刚好跟他撞手 你不是说你哥 早就去世了吗 嗯 没事了 我在公司 尽量不跟他接触就是了 你是不知道他这个人啊 生平最爱多管闲事了 而且一肚子坏水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啊 他肯定会欺负你的 不过 他要是真的敢欺负你 我就让干把干妈收拾他 嗯 嗯 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放心吧 哎 等一下 哎 对了 我这几天要去外地的动漫展 可能需要几天 嗯 那你注意安全啊 嗯 放心 那你这几天 可千万不要暴露了 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好 放心 好了 月如 你插得真好看 你看我折腾了半天 还是不成样子 其实呢 插花呢 嗯 一疏不易蜜 你看你这两朵拿走就好一点了 哦 一斜不易正 这再歪一点点 哎呀 被你这么一调整 好看多了 你真有天赋 哪儿啊 插个花而已 有什么天赋不天赋的 熟能生巧罢了 哎 一成呢 怎么没有看见他啊 他找你朋友了吗 啊 一成啊 他最近工作忙 来 在这里 一成 哦 又二十八了吧 我儿子这个岁数 都生第一胎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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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有什么好姑娘 给我推荐推荐 好姑娘倒是有 哎 但是怕害了人家 就不好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月如 你就不要瞒着了 这外面都传遍了 嗯 去哪儿子 你三个月的 你三个月력 我三个月了 翻了 你三个月了